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1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张医师答疑 如何用原始点调理糖尿病 张医师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开始 那我们就请露娜来请吃 好的 老师 我们今天 先播放两段 老师对于糖尿病患者 如何控制血糖 如何按推的两个答疑的案例 我们现在先放这两段影片 糖尿病患者如何控制血糖 请问基金会的姜丸还有蜂蜜 可以服用吗 糖尿病他们要控制血糖 所以姜丸又有含蜂蜜 这样可以服用吗 好 这个血糖又是一个概念 古代有没有血糖的概念 没有的 以前有没有糖尿病也没有的 也许也有中医他们研究说 以前的消可症或许跟现在的糖尿病 病名不一样也许是同样一类病 但我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血糖 血糖高才能够证实这是糖尿病 那这个时候都要一去检查的 中医是没有这个检查的 他是以旺文问切 以体质为主 那这两个诊断就完全不一样 怎么会说两种是很相似的病呢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 那很简单 血糖高那个是因为异常指数的关系 那异常指数不能 因为他糖分高嘛 所以不能吃甜的嘛 这个讲法我是可以认可的 但是因为要控制血糖 而不能吃甜的 这样的讲法事实上是不够周延的 在我的看法 比如说以原始点是以症状为主 那我发现检查异常指数 就是尤其血糖这一类的病人 他们的体质尤其热能都严重不足 那热能严重不足 我们在医疗与保健都有讲 甜酸属寒 那既然是寒 那当然就不能吃了 而且干属凉 那还有苦多属寒 那这样如果以寒来讲 那不只甜的不能吃啊 那不止甜的不能吃啊 还有酸的也不能吃啊 更重要苦的也不能吃啊 然后含粮的都不能吃啊 因为它是热能严重不足 那既然热能不足 含粮的都不能吃 那就不止糖的问题 酸的也不能吃 苦的也不能吃 甚至广义的讲 西药都是化学品 全部是属含粮 那全部含粮 对它的体质热能是有损 那照理西药也是不能吃的 那为什么很多血糖的人 又要吃西药呢 因为它是要控制那个异常指数 那控制了之后 吃了它就会荡下 但哪一天它不吃了 血糖就升高 那代表这个血糖的药 根本跟治疗血糖是完全无关的 只是它控制而已 不能说它能根治 所以也没有了一个人 是因为吃血糖药 而就脱离了这个病情 应该不可能 没有人吃血糖药 能够把这个血糖吃 那既然血糖是一个异常指数 那因它是果 因在哪里热能不足跟体伤 我们在疾病与衰老都讲得很清楚 那既然是这样 你怎么会再吃寒凉药 那怎么甜的不能吃 那你西药都敢吃了 怎么会姜丸不敢吃呢 好回过头来再讲 姜它是温热 那蜂蜜是寒凉的 这个没有错 那两个中和你要看哪个的 比如说它的成分 不是成分 它的量比较多 如果姜的成分 姜的量比较多 多过于蜂蜜 那就是温热多过于寒凉 那这样来吃 绝对利多于弊 那当然就这样就可以吃了 就好像我们在医疗与保健常常引说 酸辣汤 辣属热 但是酸属寒 那为什么又酸又辣 又寒又热 那到底酸辣汤是寒的还是热 很简单 你如果辣多酸少 那这个酸辣汤就温的 那如果酸多辣少 那这个很显然就是寒多了 凉比较偏凉了 那当然就看你怎么去解释这个 那也就是说 现在的姜丸吃下去了 它还是有辣味 尤其他们造成他们这些姜丸 我吃过 还是辣多于甜 那就很明显吧 这个是温的 那你就不要想太多 那你控制血糖的都敢吃了 寒凉的都敢吃 而且吃一辈子都在消耗你的热能的时候 那怎么会姜丸偏温的而不敢吃呢 如果了解事情 就应该就不会担心 提问三 请问我是二十年糖尿病患者 脚趾头二十四小时都在麻 血糖值一百六十左右 请问要如何按推 谢谢 糖尿病是西医诊断的病名 血糖值是一切检查出来的异常指数 不属症状 原始点医学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无论被西医诊断为何种病名或病因 原始点的处理原则都是一样的 以按推 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脚趾头二十四小时都在麻 脚趾头是身体的最外延部位 血液很难通往那些地方 麻是属于症的不湿感 多数它处体伤所致 脚趾头相对应的原始点在脚背部 需先按推脚背部原始痛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按推脚趾 召唤出痛点 按推后 需配合外热源温敷 如用姜汤泡脚 或者用姜粉泥搓脚 用暖暖贴温敷脚等 不知您是否在吃西药控制血糖 西药多数寒凉 所以吃西药就是吃寒凉 会消耗热能 解决之道 在日常生活中 配合食堂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如此就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请参考视频 张医师手法演示 脚背部原始点 请参考2021提问答疑 血压药 及降血糖药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回答也是都是蛮精准的 我觉得这一次达拉斯团队的回复都非常的好 那如果我的感想就是他24小时都在马 听起来是蛮严重的 那20年的就是糖尿病这种经历 也看起来病已经病得蛮久了 那他一直在乎血糖值 那表示他应该以我这样来推测 他应该有在用西药再来控制 那糖尿病是一个病名 本来就不需要治疗的 那个到底指数高低 这个无关病情的轻重 跟我们刚刚回答癌肿瘤 那个指数高低 那是一个抽象的数据 他本身不会造成体伤 也不会导致症状 那这个异常指数只是显示 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而已 那身体的变化不外 就是走向疾病跟衰老 那怎么来分 这个指数是疾病还是衰老呢 我们上次也有讲 如果你有症或状 那就是属疾病 那如果他既非症也非状 那就是代表衰老 我们身体的变化不外 就是这两种 所以我们一直会迷惑 仪器检查 那我们在疾病与衰老 最后的结论都有讲 你检查出来的 不是属衰老 就是属疾病 就两种 那怎么来变 我刚刚已经讲了 好 那衰老 其实只要改善 就是自己身体的一些 比如说避开寒凉 要运动 种种 这个刚刚志工都有回答 就是在生活中去改变自己 也就是其实这些衰老败坏的现象 是从生活中改变 而不是要再去寻求一种 什么西药或是什么来 让我们不老 时间上没有这种药 而且越控制 因为都是寒凉 反而老化的更快 甚至还有症状出现 比如说你糖尿病 那个指数 那就是衰老败坏现象 事实上是可以 不用太在意 那你要在意的 反而是疾病 疾病一定要赶快先处理 那就是24小时的脚趾马 那我们说的疼痛酸麻痒脏闷 好 这一系列 多属差 差处体相所致 所以你这里处理的 因为你也没有说 你现在体力好与坏 好 那我们一听 大概就知道 这个一般就是轻重症而已 要处理不难 你这种情况还不算严重 虽然听起来24小时 好像很严重 事实上我的看法是不严重 那不严重也就是应该以什么为主呢 既然不是重病 那就是以按推为主 就是最重要你一定要找出 脚背部的压痛点出来 重点在这里 然后压痛点找出来之后 再去按推 那个马有时候 即便24小时我也都做过 有时候当下就立刻改善了 那改善之后再用其他外热源 刚刚志工讲的这些都可以参考 然后来让热源进行进一步的修复 这样就可以达到完全根治 也就是你这个病应该是不难解决 但重点在观念 所以要守堵 好 那我这里也就讲出我的感受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放一段视频 是张医师对于打针吃药 已经有依赖性的患者的建议 我们现在放这段影片 你追到源头 那还是一个代谢功能变差 那代谢功能变差 就是你体质出了问题嘛 那你怎么能说代谢变差了 它有血糖膏 也有可能行动无力 甚至吃东西会吐 这些种种性向甚至头晕 有些血糖膏也会晕倒 好 你把它加 这些都是果 这很明显嘛 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就好像体质如果是母亲的话 母亲可以生出很多小孩子的现象 比如老大老二老三 但绝对不能说老大生老二 或老大生老三 不可能嘛 那个都是妈妈的果 就是体质生出来的果 怎么会果跟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呢 这个是一个逻辑绝对不通 所以你们是困在怎么样 他为了压抑这个果 使这个果变好 怎么可能 老大吃饱了老三就会好 这个没有这样子的啦 或是老大吃饱了老二也会好 老三也会好 那就是果生果 所以你们不敢断就是 完全困在这种逻辑不通的道理 所以原始点一直要求人家就是 他不但病要好 而且他要开智慧 重点在开智慧 要不然你一生怎么死的 你到最后都不知道 死得不明不末 为什么 因为你连那个逻辑概念都不清楚 被西医拖着走 然后你被判定是这样 然后要打胰岛素 一判定就是几十年 那我问你 如果要不能治病 这样一直在控制 那代表什么 很明显啊 就是代表 它是对人体没有意义的 一句话 那控制到什么时候 我常常讲啊 你糖尿病有人打胰岛素好的嘛 没有啊 从来没有 为什么大家还是一直要用 因为被西医说 如果你不吃 又会生出什么病来 什么病来 这个病都是因为血糖高 就把另外塑造成一个果 那他把血糖真的降低了 也没有 他吃的时候降低 那没吃呢又起来 我常常讲 就像外面的天气变热 温度计就会升高 因为环境就像体质啦 那温度计 血糖就会升高 就像温度计就升高 那西医是治什么呢 他就拿个冰块 放在温度计那里 然后你看哦 我刚刚40度 现在已经变36度了 然后等你冰块融化了 你环境没有变 温度还是40度 所以血压剂它又上升了 上升了他说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冰块啊 我们每天这样 那你再弄你再去量 果然温度计又降下来 那你们每天就再重复这一件事 直到死亡为止 所以那这个过程中又有一个问题 这些胰岛数全部是含量的 就像冰块一样 人体是恒温动物 它有一个常温 比如一般人体温都是在 35 36 37之间 尤其在36上下 好 那你一直用含量的 就会造成你的体质怎么样 进一步破坏 所以环境进一步变差 所以你在用的过程中 其实你已经伤害温度计了 它的重点喔 其实也不在胰岛数啦 因为如果已经听懂的话 重点在因啊 它现在废积水也好 体质也好 都是因引起 原始点把所有的疾病之因 归咎于两点 所有疾病皆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如果跟这个违反的 就要怎么样 去掉 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 如果对修行有妨害的 这些恶行 我们一定要去掉 要不然你怎么修行成功 所以第一个要断热 简单讲 然后要修善 那修什么善呢 修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善 那什么是善 好 它如果热能不足 就要补充外内热源 如果它有体伤 就要配合按推 然后让身体恢复 自己恢复正常 因为人体本来就有 自意力修复力 是 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根治 也就是从体质改善 它才能达到真正的 就是转为为安啦 简单讲 你不这么做 你一直在控制 只是正在饮症止渴啦 所以简单讲 你之所以不敢放 而我们敢放 因为我们道理已经清楚了 而且我们一点怀疑也没有 因为我们都是做出来嘛 所以不了解的情况下 很明显 你放不下 放不下的结果就是我刚刚比译的 你不断的在用冰块 然后制造温度计 那每天安慰自己 哎 我有用 真的 血糖就正常 事实上没有一天是正常的 如果是正常 那你用过之后 那个环境已经都改善了 那你的温度计 不用冰块其实它也好了 而我们治疗不是在制血糖的高地 那个叫做魔术啦 我常常讲蜥蜴在变魔术啦 那你们在那个迷径中 你们已经满足于这种变幻的现象 然后它说阴你们也被傻傻的说成阴 事实上我这样一讲解 我不相信你听不懂 为什么 明明是果怎么会是阴 果与果之间本来就没有因果关系 就像兄弟姐妹都是妈妈的果 怎么会治疗老大就老二会好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他打胰岛素他继续传 他继续飞积水 他继续还是胃会不舒服 因为他体伤没有解决 因为他周围的体质 也就是环境没有改善 他是不可能好的 那你这样完全理解之后 你就很笃定了 原来这个东西是变幻魔术的 根本跟我体质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是有害的 那我怎么还要用你呢 我抛想去掉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还每天用你 怎么可能 那一定是被迷惑了嘛 是 所以我说用原始点 不是说每个人遇到他就能得意 我不认为是 还要有善根福德因缘 善根就是智慧 你没有智慧 你即便遇到再好的法 对你没有用 因为你不是从内心里面去理解 是 然后产生信心 然后只是在现象界 产生一种控制 产生我要怎么样 他这一个控制那一个 不对 这样永远没完没了 所以从现象界找不到答案 因是看不到 是 对 因是看不到 看得到有通通熟果 是 那就很明确吧 所以你们现在是在玩果 所以西医我一句话 一言以非 避知它就是从果致病 没有改善我们体质这一说法 那原始点恰好相反 他认为人体本来就有制衣力修护力 所以你一定要从阴下属 从体质改善 这样才能达到 我说的转为为安 所以 比如说 胰岛素它是寒的 你打它是寒痒 然后又用温的来解 等于你们又找毒药又要找解药 然后两个一起吃 那这样就以为就可以得到善的 那我刚刚已经第一个 开宗明义我就讲 你即便是修行 你都要懂得断乐修善 是 怎么会说 我 我好人也做一点 生死也做一点 失败的事我也多少做一点 这样那些人 这样有什么修行 这样有对体质有什么帮助 所以修行就是 一种选择 就是我要斑乐修善 然后下定决心 这个才叫修行 而最直接的就是 他从观察聊天 你病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死 已经到什么境界了 马上一听 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我以前常常演讲 常常讲 你如果学原始点 你要有一知十字的本命 你什么时候会刮掉 你自己都要清楚 你现在已经走到哪里了 你连走到哪里都没有 还在搞 哎呀我为什么怎么样 我怎么样怎么样 你在讲那些 我都还蛮担心的 为什么 当你在打的过程中 人体一直体质没有改善 热能一直没有补充上来 然后你还把一些寒凉跟热 已经都命危了 这时候是集中火力 赶快把体质改善过来 那财人大逆转 我刚刚已经讲了转为为安 就是已经另为了 还不危险吗 很危险啊 因为他动不动就咳嗽就喘啊 那个就我说的就已经体质 已经体伤很严重啊 那热能又严重不足啊 所以你推完它很快就会回来 那就更代表热能已经 没有轻防不接啦简单讲 电力不够啊 啊我们所有的运转好像 这两天有慢慢 就有在进步 好我问你喔 如果有在进步是 因为打胰岛素而进步吗 不是不是 啊不是嘛 那他就是他体质改善 也不是说有什么一方医药可以治大的病 而是他体质又改善了 他体质改善的方法我说 其实在日常生活都可以找得到 而不是要医院提供的 什么日常生活可以找得到 就是热源而已啦 然后再来就是知道你体伤在哪里 加强而已啦 然后再来患者要有良好的心态啦 就是要有智慧 知道什么是饿什么是散 马上立刻做一个 那个决断 已经跟坏朋友在一起那么久了 不被污染才怪 然后要做一个善人 怎么可能 你跟一些流氓犯毒 每天混在一起 每天吃他的毒药 没有啦我不是说西医师犯 但是他真的提供你是毒药 我告诉你真的 你又摆脱不了他的控制 你怎么变成一个好的人 不可能嘛 这个道理都很浅显 所以不是你说我混了黑社会30年 所以我一下子脱离不了黑社会 这是哪门子的 心念一转就跳出来了 哪有说我几年几年 所以我入黑社会才一两年 所以跳出来比较快 我30年那不行啦 我已经习惯黑社会的这一切 哪有这样的 那就是对道理不懂 简单讲还在阴行苟且 你还是认为 啊好吧 那以前都被这样控制 要不然我们就将就继续 啊明明我刚刚已经提了 他已经命违了 寒的是 如果寒的是一条路 那个是 会把你带上更长 那你热能不准就是 一定要温暖 本来就人体就有恒温的动物 我常常讲 要给你温暖嘛 啊但是这些药都是寒凉的 一个要把你带向无边的深淵 一个要让你得到健康解脱 啊你两条路一个左一个右 你却想一脚踏两条船 最后的结局呢 一定失败吧 哪有 所以我常常讲 哪有找解药又吃毒药的 那来这里有比较好 那回去又吃毒药 啊这样病人好 我真的 从未曾见过 嗯 离婚很简单 这样能修行也能够解脱 我也未曾见过 啊一方面做好人 一方面就做恶事 哈哈哈 那是 这个怎么可能呢 一想也知道 我跟你讲的都是常事啊 也没有什么高深道理的啊 原始点它是做出来的 它不再着重你 所以我理大部分都是点到重点 就像我们这样 我讲的没有一个你听不懂 但西医讲一大堆道理 你一定听不懂 哦 这个许堂要怎么控制 然后它会影响什么战谱 然后它的基转怎么样 西医又有一套理论 你光去读那些啊 你都读得天花乱坠 然后自己也不知道 听得懂自己也听不懂 他们的理论很多 所以书都很厚 那是迷惑人心的啊 真正道理只有一两句话啦 那真正了解了 也不用话那么多啦 就是做了 那现在已经都那么严重了 你 你已经招不保戏了 原始点就是那么直接 直接点出问题的要害 那你唯一的一条深路 它已经开开出来了 你要不要走 所以它叫自救之法 不是我来帮你走 你却把 他认为他这么严重 应该放在原始点 然后救个一两个礼拜 救人救起来 不是 是因为他理解了 然后他这一条路 下定决心要走了 如果没有这个决心 我告诉你 不要说两个礼拜 一年都不会好 理由很简单 因为来大家就帮你按堆 就帮你问呼 你回去继续打你的胰岛术 继续过你的一些错误的生活 也就是好事来这里做一做 出去坏事也要尖一点 我告诉你 不要说来这里一年 两年也没用 因为这样绝对不可能脱胎放股 何况已经这么危急了 你要转为为安 哪有那么容易 老实讲我也救不了他 不要说谁啊 连我 我真的每天来帮他 也救不了他 是 所以我一直强调跟患者讲 要靠自己 原始点是自救之法 因为人体本来就有自益力 修复力 但原始点却给你一条康庄大道 教你怎么走这种康庄大道 避免走路歧路 然后这一生就乌有了化为乌有 那路已经出来了 我现在点的就是一条 真的就是我说你在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得到解脱的 而不是一定要靠医院 那你要不要做 我说你要好 第一个心态要好 观念要清楚 第一个你就做不到了嘛 对不对 你不愿意嘛 然后再来断乐修缮你也做不到嘛 因为观念不清就影响到最后的形了嘛 你不行了嘛 做不到嘛 做不到嘛 做不到了来这里是做得到 因为走路来很方便 人家推也很方便 但是要从体质改善那是不容易 那是到哪里都要这样做的 不要说看见张医师 我都吃姜碗啊喝姜汤啊 其实还是回归到本池吧 是 那该怎么做就尽快做 而不是还一边吃温热的 一边吃寒凉 那是行不通的 是 一定要相信自己啦 不要相信张医师会救你们 不可能 也不要相信西医他们的药可以救你们 不可能 那真正能救你们的是你们自己 是 就这样 啊真懂了 就 就开始做吧 是 这样比较实际啦 要不然 啊 也许两个礼拜不是你等他好 可能他就躺了 他就摆平了 所以 是当下这一刻 悟了之后就是当下这一刻就赶紧做 那也许才 之后的日子才有转机 你现在不种下善因 你再等待两个礼拜会有善果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在我看法就是当下 我已经讲了 这条路要不要这样走 断恶修善就是修行的 你要证得修得一些成果 你必须要断恶修善 你不这么做 不可能好事坏事一起做而能得到 这个不是在谈那个 那那个过程不是 你又要做善 然后我们这个过程等待我 是时间的等待呢 就像我说的 打胰岛树的过程呢 等待你们一两个看到他一些成果 才要这样做 事实上他做了他已经身体告诉你 我确实有改善 那就是当下已经答案出来了 还有什么过程 那知道了 身体已经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这时候就已经指出一条明路了 只有没有决心的人才 看到明明大道已经现前 曙光已经见了 那我黑暗什么时候离开 你还在谈那些 那不就是都在谈话 那个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说 我只要一听到人家说 那个需要一个过程 那个都是在安慰自己 那个都是在犹豫不解 那个就是没有决心要走 那这样等那个过程来的时候 也许他已经躺平了 我跟你讲真的 什么叫命违 命违就是随时他都有危险 那现在已经是拼命的时候 什么过程 等到他躺平了吗 没有这个 等到他打到胰岛树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们终于悟到了 这个过程我们终于知道 所以我要这样做 所以你那个过程是不对的啦 没有那个过程 有的只有对跟错 对了就做 错的就立刻改 来不及啦 我再讲一次 重在当下 我刚刚已经讲 食乎食啊 不可待啊 不可能时间会等待你啊 不要这么想 所以我最担心你们讲这些话 就代表从以言间可以看出决心 到底已经都命违了 那个求生意志要出来 那是很坚决的想活啊 想活的决心一出来 哪一些会影响我生命的 我立刻砍 我告诉你 我遇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我也遇过 我一讲完 管他十年二十年 说断他马上断 所以我才说 还是恢复到我之前说的 用了原始点 不是每个人都能收益 一定要 善根福德因连具足的人 善根就是智慧 智慧到 听懂 第一个做 啊这样福德都具足了 这样 才有救 因为西医本来就有问题嘛 刚刚我已经讲了 那连果生果种 已经都一直把患者灌输成这样 如果你今天不是我这样讲 一般人都是说啊这个病会影响这个病 从来没有这样 那你临床上也不会这样 临床上你只要体质改善 欸血糖也可以降下来 症状也可以降下来 什么都可以改善 所以不是他们彼此是在影响 而是你阴有没有做好 啊这个临床上都有啊 是 你做延时点那么久你也知道啊 他可能脚痠 膝盖痛 但是你找到阴了 你一揉痠也好了痛也好了 哪有说痠归痠痛归痛的 然后说痠影响痛 痛影响痠 那不就是 就是荒谬吗 那西医就是这样荒谬 那你们活在这样荒谬 已经点醒了 除非你不知道 我不断用鼻影 那除非你们听不懂 那我相信你们是听懂 那听懂而不做 还在等一个过程 那就完了 已经都在生命很重要的关键点了 没有太多思考 你们说在等一个过程 在我听起来是怎样 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已经走到哪一步路 你们以为你们的筹码还很多 你们还可以觉得可以跟我聊天 也可以跟西医聊天 你们还有很多路可以选择 但我认为你们越来越走的路 已经不多了 你们能选择的也不多了 我只能这样 因为来你们总是要听真话 是 那原始点也是这样写的 我讲的都是书本上的理 绝对不是那边 那以后我做也是照我书本来 我也不会超出书本之外 所以见不见我也不重要 因为我的东西都在书里面 是的 那你愿不愿意这样自救 重点在这里 一边看书一边不懂 叫志工教你 立刻学 学了就立刻做 立刻改 这样可以转为为安 这个就是魄力了 你要不要走出另外一条路来 如果不想走出一条路来 你来原始点 那也只是过过水而已 意义不大 所以不要等在这里浪费生命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 照样还是回到原来的 那个改变不了的事 但生命的改变一定是先从念头改变 然后记之而起的是行动 好的 谢谢张医师 很详细的回答 关于对打针吃药 已经有依赖性的患者的建议 那我们接下来 再放一个案例 有关于原始点 调理尿频糖尿病的案例 我姓顾 男52岁 宁夏顾元人 2020年6月 因经常感觉口渴 经医院确诊为糖尿病 住院12天 注射点滴即服用胰岛素 出院后一直服药以稳定血糖 出院诊断报告 尹之前曾用原始点调理高血压问题 效果良好 于是决定再次到原始点中心调理 原始点调理前症状 一 尿频 每半小时一次 尿量少 每次只有几滴 二 糖尿病 每天必须服药三次 三头晕 原始点调理细节 一 每天到中心按推一次 二 干姜片50克熬煮成浓姜汤服用 逐步加量到75克 三 白天用暖贴红豆袋温敷 晚上睡电热毯 24小时温敷 四 温热性饮食 不吃肉 解除寒凉食物 五 每天运动两个小时左右 散步为主 甩手 爬斜坡 爬楼梯为辅 六 规律生活 晚上十一点睡 五 早上五点半起床 七 熟读原始点手册 观看张医师视频讲座 让观念清晰 得以完全配合义工的安排 八 维持良好心态 心情平和不急躁 原始点调理过程 八月六日调理第一天 按推完即感觉轻松很多 运动一个小时左右 但走路半小时 就开始觉得有点累 八月八日调理第三天 脚底发热 经过义工按推后 症状改善七成 头晕改善八成 八月十二日调理第七天 脚底发热及头晕现象完全消失 尿品有半小时一次 改善为一个半小时一次 开始减少服用降血糖药 身体没有不舒服 运动量加到一个半小时 8月16日调理第十一天 尿量增加 体力上升 可多爬楼梯三四十层 8月19日调理第十四天 尿品问题解决 排尿量也改善七成 运动量 运动量增加到两小时 爬楼梯二十层 决定完全停伏 降血糖药 8月23日调理第十八天 通过学习原始点 通过学习原始点理论 明白了有仪器检测出的异常指数 非疾病之因 不再害怕这些异常指数 决定不测血糖了 经过一个月的调理 小便频率及排尿量都正常了 不再感觉头晕 停用降血糖药 身体没有任何不适 我们最后放一个黑角阿嬷的案例 庄女士85岁 2007年9月 左脚小指开始疼痛发黑 膝盖底下血液不通 同年11月曾住院接受药物治疗 情况稍有改善 但是在出院后不久 状况又开始持续恶化 此时医师建议进行膝下节肢处理 但是病患及家属不同意 经过原始点疗法的处理后 阿嬷的脚血液恢复通顺 只截掉组织坏死的脚趾部分 还能自行下床走路 处理前头晕心脏不适 大小变无力及皮肤痒等多年症状 经原始点医学处理以后 其症状也一并消失 欢喜地去参加孙子的婚礼 为了改善阿嬷脚的状况 试过各种热源 后来发现红豆的保热效果好 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加热便利 因此发展出整套温敷红豆袋 血管谐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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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比对 2007年12月 2008年6月 前后将近半年时间 好今天张医师的答疑 如何用原始点调理糖尿病 的直播课程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